就是來自於人生好難這件事情 那講人生很難 我們其實有很多的切入點可以講 我們有很多事情可以去探討 為什麼人生 為什麼我們現代人很難 可是講到這件事情之前 我們得先了解 我們到底一般 我們現在人大部分的痛苦跟不開心 甚至於麻煩到底是出在哪裡 好,那腦科學它有一套說法 就是說人類在活著的時候 我們的本能是要讓我們求生存 所以我們的本能就會鼓勵我們去做一些事 可是鼓勵我們做一些事情它有一個特性 就是它會讓你對你做某件事情有過度的期待 然後之後再讓你的期待下跌 舉個例子來說 為了要讓我們得到一些甜分 在我們的基因裡面就會鼓勵我們去尋找甜的東西 那甜的東西是什麼呢 在遠古社會就是水果 所以我們的祖先 人類的祖先 它的這個基因就會控制它 就是要定時去吃水果 這第一件事情 可是如果水果這個甜度可以讓它滿足很久 它下一件事情就會怎麼樣 它就不會一直想要去 就是射 它就不會一直想要去射入水果 它就不會一直想要吃水果 然後它就不會一直維持去 得到這個甜 甜糖的這個養分 所以大腦就設定它對於甜的這個感受度 敏感度很低 就是當你需要的時候 你很需要 你有種很強的這種 叫craving 很強烈的一種要得到的這種感受 可是當你得到之後呢 它會瞬間降低你對這件事情的滿足感 所以大腦就不停地在玩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提高你的期待感 一個是降低你的滿足感 再言之簡單來說就是我們的大腦一直在跟我們玩一個遊戲 就是拉高我們對某件事的期待 然後當我們得到它的時候 就讓我們滿足感馬上降低 所以大腦就不停地創造這種高峰這樣的線條 好 這種設計在現代讓我們更焦慮 舉個最典型的例子來說是什麼呢 就是 在古代 我們大腦裡面讓我們需要甜份的那個動力 會非常鼓勵我們去大自然裡面尋找甜份 而且在古代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為什麼沒有問題 因為古代大自然裡面最甜的是什麼 水果 水果再甜也不會給你造成什麼太嚴重的 生理上的影響 特別是在古代 可是在現代最甜的有什麼呢 有巧克力 有鮮奶油 有人造的煉乳 有各式各樣充滿負擔的東西 所以當我們還是一樣在這個邏輯 我們如果還是按照我們大腦的本能去做事情的話 我們的健康狀況一定就會越來越糟 可想而知嘛 對吧 所以這就是要講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大腦的設定是幫助我們拉高期待感 然後降低滿足感 拉高期待降低滿足 但這一套設計 它本來的是良意的 它是好的設計 讓我們在古代的那個場景可以活下來 可是這一套設計 當它來到現代這個場景的時候 它反而變成了絆腳石 當我們對一件事情有過高的期待 然後滿足感降低 我們一直受這一個行動模式給控制的時候 我們是不停的被自己的情緒給控制 我們只會離健康的生活方式越來越遠 假設如果以飲食的角度來看 今天要講的這個主題是來自 不是主題來自 是我要講的這個主題 跟這本人生好難到底哪裡出問題有關 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們因為期待感變拉高 然後滿足感很快速的降低 表現在健康上就是 我們會不停的想要更多 想要更多 我剛剛提到了 原本在遠古時代 我們在大自然中 我們甜品來源就是水果 所以想要吃很多水果 對你的健康影響可能有限 不會這麼嚴重 可是在現代 甜的東西 真是很可怕的 你知道代糖 那種人造的糖分 人造那種東西 對你的健康負荷極高 所以其實減肥這件事情 我這個非常有經驗 減肥這件事情 最大的挑戰才不是 每個人都知道減肥就是什麼 就是吃正確的東西 對吧 你要吃食物 不要吃食品 你要吃原本的食物 而不是吃加工的東西 這我們都知道 減肥這件事情 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是意志力 是當你每一次壓力很大的情況之下 你覺得你想要宣洩壓力 然後你要控制自己 不要去買榨物 你要控制自己 不要去買甜的 你要控制自己 不要去買飲料 減肥 難得是在這裡 同樣的 我們每個人都知道 現代人 我們每個人都知道 你只要把我剛剛講那道 你到日常生活中 思考要知道 當你很想要吃甜的東西的時候 給你一個水果 你是不會滿足的 你就想要吃那個巧克力 你就想要吃那個煉乳 或者是草莓 之類的草莓 我不是說草莓本身 草莓的一些餅乾啊什麼的 所以你知道 其實它的根本問題 不是來自於我們怎麼吃 而是來自於我們的意志力薄弱 意志力薄弱的主要原因 就是我們的理性能力是很脆弱的 我們並沒有在感受這個 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感知能力 跟專注能力極為之薄弱 什麼叫做於這個世界的感知能力 與專注能力極為之薄弱呢 就是我們對未來有期待 我們放眼未來 然後我們不看現在 我們現代人 基本上都有這個狀況 我們不看現在我們只看未來 你對於你現在所游泳的事物 往往是沒有什麼感激 跟沒有什麼感知 而沒有什麼感覺的 我自己常常這樣子啊 因為像我自己嘛 我自己是做學術研究為主的工作 然後我大部分時間是 帶我電腦前面做研究 那因為我做這個工作 所以時間比較彈性 收入可能稍微好一點點 那有時候跟朋友討論的時候 然後他們都說你過得很爽 然後我其實都不覺得 我覺得這就是我的生活 我們對於我們現有的東西 感知能力極差 我們對於現有的幸福感知能力極差 我們對於我們現在擁有的一切感知能力 非常之糟 因為我們的大腦故意屏蔽 你知道吧 就是我們在接受這個訊息的時候 你的大腦會故意把它隔開 因為你的大腦隔開 它會告訴你 第一個你現在不夠好 不要看好的你不夠好 然後第二個未來很好 你就會怎麼樣 你就會有動力去追求未來嘛 所以我們現在我們的大腦設計 讓我們忽略當下的我們所擁有的 然後只期待著未來 這代表什麼我們沒有在活著啊 我們就很像就是傳統有一個說法 不就是那個驢子 然後驢子的那個 驢子的背後綁了一根木棍 然後前面掉一個胡蘿蔔有沒有 然後你走著走著走著 那個驢子就一直看著那個胡蘿蔔 然後它其實永遠吃不到嘛 所以正確的一個方式是什麼呢 是相對於期待未來 然後每一次當未來變現在的時候 我們就失去滿足感 正確的方式是 我們要對於現在我們所擁有的幸福 有更多的感知 然後這個觀念呢 跟我今天要介紹的這本書就是 人生好難到底哪裡出問題有關 好我們剛剛提到 當我們專注在未來 我們會忽略當下的幸福 好我要怎麼樣提供自己去灌注當下的幸福 我覺得兩條路徑我們可以嘗試 第一條路徑很常見 這條感恩 西方國家有一個很好的 就是基督教 天主教國家他們的這個信仰中一個很好 我覺得一個很好的東西 就他們每次有些用餐的時候會感恩 我覺得感恩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感恩是讓你提醒你自己 你現在有一些很好 這不是RQ 這是面對事實 你現在有東西是好的 你知道吧 我們有兩個東西 我們現在有一些好的 有一些壞的 可是我們只看壞的不看好的 這叫禀負效應 我們的大腦會幫我們過濾掉 好的讓我們只注意損失 可是我們也應該訓練大腦 讓你也可以感受到好的啊 這是你應該要被訓練的能力 這是一個 第二種方式叫做正念 這是在 印度哲學 特別是到後來西藏也包括佛法 還有印度教都很主張的一種練習 就是感知現在自己在做什麼 對於自己的 每天去感覺它 然後不去評判它 就感覺 我擁有什麼 我沒有什麼 我得到什麼 我失去什麼 去感覺它 然後不要去幫它講故事 你知道我們都會講故事 比如說 我開一台車 好我現在擁有了假如是一台尼桑 我沒有任何的貶意 我是舉例 我現在有一台尼桑 然後我再開的時候看到一台Benz跑過去了 我們一般人是怎麼樣呢 我開一台尼桑 然後你開一台Benz 然後你就會覺得 如果我壞那台應該要不錯 可是它可能要怎麼樣 然後我應該要賺多少錢 投錢款應該多少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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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開始想這些事了對吧 然後我在尼桑 就是 國產車 然後其實保養多少錢 看能量多少錢 可是它如果買那台的話 我就可以如何如何 你開始想故事了 但是正念的練習是 讓你知道 然後就知道 我擁有的世界台尼桑 他擁有的世界台病史 然後就停在那裡 就停 只做標籤 然後停止後面的一些故事 當然不是這麼簡單 最完整的你要看這本 人生好人到底哪裡出問題 這裡面有一系列這個探討 但這種正念的訓練 是讓你知道 你有跟你沒有什麼 然後停止說故事 為什麼停止說故事很重要呢 因為 這邊就有一段話 科學家是怎麼說的 從想法衍生而出的更多想法 也就是大腦慣性的反觸思考 會讓我們一再陷入情緒糾結 然後這段僧侶是怎麼說 人們往往把糾纏著你的想法 與念頭看得比自己更大更重要 西藏古宴說 當你追著念頭跑 你就像追逐棍子的一隻狗 相反的要像獅子 轉身去面對丟棍子的人 丟棍子的人 只敢朝獅子丟一次棍子 這個丟棍子是什麼 就是你的痛苦的根本 我們必須去感受 自己痛苦的根本是什麼 我們會以為我們的痛苦 是來自於我沒有買到冰室 但是其實你的痛苦是來自於 你沒有一直到你擁有你這樣 舉例來說 習俊演員說 全都是因為我們把自己 看得像機器而不像人 你以為心情不好遇到難題 只要換支iPhone 就更新更好就能解決嗎 所以今天要介紹這本書 人生好到底哪裡出問題 當我們能夠 開始感知現在擁有的東西 不是講故事 不是用邏輯思考 你知道邏輯思考它有一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它有一個慣性 因為我們每個人 我們的思考它有一個模式 比如說當一個人他比較自卑 舉個最典型的例子 兩個人走到路上去 一個人比較自卑 一個人比較有自信 當兩個人都感覺 全部人在看他們的時候 自信那個人會覺得 一定是我今天穿得很好看 一定是我今天是怎麼樣 我的墨鏡特別好看 這邊那個人就會覺得 我今天是怎麼樣 你為什麼要看我 我是不是今天點上了什麼 我今天是不是怎麼了 你看明明是同樣的事情 兩個人沒有辦法跳脫自己的那個 慣性的思維 因為我們每個人腦中 有一套習慣性的思維了 所以這個習慣性思維 是跟什麼搭在一起 就跟我們剛剛講那個 拉高期待 降低滿足的這個行動模式搭在一起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 我現在我們的慣性思維 會讓我們找出一個戰犯 就是我現在的一切問題 在這某個原因 好 我們然後接下來拉高期待 我只要解決那個問題 我的世界就會快樂 然後當你用這種思考官 很努力的去把它幹掉之後 滿足感瞬間降低 你會發現 沒有這個問題 我的瞬間世界也沒有更快樂 把你上換成冰式 我世界也沒有更快樂 把房子從小的換成大的 我的世界也沒有更快樂 瞬間就有這種感覺 但是另外一種 剛剛談到的另外一種 印度哲學或者說 像這種正念的學派 會建議的做法是什麼呢 就是你要先停止思考 停止用你的理性腦子去講故事 不是說不要理性 而是我們的理性是受限制的 你必須先打破它 你要打破理性的舒適圈 怎麼打破呢 就是透過於這種正念的 就是這本書裡面有一些談到的內容 人生好人 到底哪裡出問題 打破我們的慣性思維的那一個 狂狂 跳脫這個舒適圈 你必須先練習 這個叫正念 就是感知你擁有的 只感知 你只感受 然後你不平斷 當這個練習越來越強的時候 你的那個邏輯的舒適圈會縮小 就是原本就有邏輯會萎縮 然後更強大的理性會出現 這跟我們大腦運作有關 這個時候你才有辦法慢慢的 把你的人生的主控權 從原本的那種行動模式中奪回來 回到自己決定 我的人生是要 一定要有了 賓士才會快樂嗎 還是我可以 尼上也很快樂 事實上 這不是我要賓士才會快樂 還是我有尼上就可以快樂 不是這樣 而是有一種人 不論是賓士或尼上他都快樂 另外一種人 不論是賓士跟尼上他都不快樂 你這時候 有權利把這個決定權拿回來 透過於這種正念的練習 喜歡這支影片嗎 那一定要訂閱我們快樂大學 還變得神經病的YouTube 以及按我們的鈴鐺喔 最後你按了鈴鐺之後 你才會收到我們的 每一個影片的發布通知 同時還有熊仁謙的 Instagram跟Facebook 在這裡呢 我們每個禮拜都會 各直播一次 討論一個主題 以及介紹一本書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